纯然来了 稳住别浪别划走 这条视频可以让你少走五年完路 将来可以少出十万彩礼 哪些男生一看就没有谈过恋爱呢 第一 和男生聊天 头头是道 一遇到有好感的女生 就瞬间变成了松包 与无伦次 十分在意女生对自己的看法 第二 性格都是偏内敛 过于在意别人的感受 坐视之前犹豫再三 生怕考虑不周全 小时候就受到周边的长辈的一些熏陶 比如说切入早恋的一些思想的灌输 并且还牢记在心 第三 一根筋认死理 从来不考虑女生的情绪 事实就是事实 有时候为一些小事和女生吵起来 有时候因为女生的一点错误 甚至可以把女生直接说哭 第四 听不懂女生的暗示 朋友聚会 女生让她一起去 她就说她在打游戏 游戏更重要 或者是女生让她去她家帮忙修电脑 她要么过去就真的只是修电脑 要么就是说女生家里太远了 然后视频来告诉女生怎么弄 相信我 再过几年 你绝对会后悔错过的这些暗示 第五 喜欢会倾尽自己所有去对一个人好 因为没谈过恋爱 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把握不了度 容易成为舔狗 觉得要对她好 她想要的什么都可以 甚至是她自己没有的东西 她也愿意给 那么长期不谈恋爱的男生会怎么样呢 他们其实也很想谈恋爱 但因为多次的失败 让他们彻底失去了主动接近女生的勇气 慢慢的自己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小 变得不再和女生接触 不知道怎么和女生聊天呢 哪怕自己单身孤独 也不敢和女生聊天 就算他们遇到了还不错的女孩 也会思前想后 不敢主动 他们不是不想谈恋爱 而是不敢因为害怕 也因为自卑 他们害怕重蹈覆辙 过去追求失败的经历 让他害怕再一次的感情中受伤 那男生过了25岁 一次恋爱还没谈过 该怎么办呢 首先一定要记住 大兄弟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该干点大人该做的事情了 我知道 你们都是父母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坚决不早恋 可人生除了有父母老师的教会之外 还要有爱人的甜言蜜语 父母老师呢 也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成熟 他们不能够陪你过一辈子 但是爱情和恋人却可以 其次一定要有紧迫感 不要在哪儿随缘干等了 你在最年轻最帅的时候 女生对你要求最低的时候 都没人喜欢 愿意跟你 以后再谈恋爱 这会更难 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每一天 都是你这辈子谈恋爱 最容易的一天 一定要主动出击啊 先从多认识几个疫情开始 跟你差不多大的女生 基本上都有恋爱经验了 很难看上你 那你就去多认识小几岁的女生 你们的年龄差还不是很大 还有机会 第三一定要细心点 要知道女生和男生啊 就是有区别的 多去关注这个世界的另一半 你就会发现不同 发现有趣 发现美 不去了解啊 突然就追 只会让女生觉得 你是个大直男 多关注一些女生们 都感兴趣的话题 吃喝玩乐 游山玩水 影视明星 娱乐八卦 星座血型 好玩的人 奇葩的事 学会去感受女生的情绪 知道她们说不要 和不要的区别 多留意一下 她们的发型啊 衣服啊 穿搭 挂件 有什么变化 这个世界上 除了男人 就是女人 多去了解世界的另一半 不丢人 第四呢 就是一定要学会 吹牛 女生就是喜欢自信 能够带来希望的男人 在恋爱的世界里啊 谦逊不是美德 哪个年轻的渣男 不是满嘴跑火车 让女生觉得有本事 未来可期 你连把身高 多抱两公分的勇气都没有 谁还有兴趣跟你聊 你见面就说自己没有谈恋爱过 谁还敢跟你继续 人家张嘴闭嘴 忙工程 忙项目 你只敢说在家打游戏 谁还跟你玩 年轻人 吹牛不叫吹牛 那个叫提前通知事实 年轻的爱情都是骗来的 女生再大点啊 你就骗不动了 最后一定要坏一点 你要知道 女生也是人 也想和喜欢的人 聊脸红的话题 做羞羞的事情 对女生最大的侮辱 就是对她过分的尊重 一定要大胆的引领关系发展 聊得轻松 就往暧昧的方向带 约得轻松 就该牵手牵手啊 该抱抱抱抱 该往家带往家带 用你的男性魅力 把爱情进行到底 跟幼稚和羞涩 说拜拜 如果你想学习一个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新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CST668 我来帮助你哦